今天又回到O記十六 多謝各位繼續支持 我是阿通 身邊有楊咩和寶哥 寶哥剛才在休息前提過一宗案件 在旺角彌敦道 有一宗案件 原來間接和這宗瑞興麻雀館的劫殺案 有些關係 是的 這宗案件也是槍擊案件 亦發生在1992年1月和2月左右 但我忘記正確的日期了 換句話說 在瑞興麻雀館劫案發生前大約幾個月 是的 地址是在旺角彌敦道737號金輪大廈 即現在彌敦道佛街 那個交界位 這個金輪大廈在90年代 還有很多馬籃 現在叫賓館 即是操促一些 有妓女可以服務的地方 馬籃 是的 我記得那一晚 突然間和家人吃飯 即是一個叫機響 以前沒有手來的 大家嘟嘟嘟嘟 那我就知道 很害怕 立即報告去 打回去寫字樓 打回去寫字樓 那問什麼事 你為什麼去彌敦道737 金輪大廈 有一宗案件發生了 那就去到了 聽我阿Sir說 原來有個馬籃有個keeper keeper 我們叫負責收錢 即是我們俗稱的持牌人 即譬如說 未必一定是持牌人 未必一定 馬籃那個通常 負責人 負責人 其實做這件事 譬如介紹妓女 都是犯法的 通常那個持牌人 或者馬籃那個幕後老闆 他都不會出現 因為這個如果被警察放射 那拘捕他 都是刑事案 對 雖然不是很嚴重 但也會罰錢和留案底 所以keeper都是請回來的 多數都是 沒錯,楊咩補充得對 可能我們見到一些賣鹹碟的地方 通常都會上去看看 很多時候都會見到一些負責人 那些可能是一些隱君子 可能收幾百元 坐幾個小時 即是說不好聽 就是等拉 這些就是我們俗稱的keeper 現在更嚴重 現在更嚴重 為甚麼 放一個CCTV看著 沒有人的 你進去買鹹碟 你走進去拿了鹹碟 放下錢就可以了 現在很嚴重 第一身 對 楊咩A.T第一身 有機會再和你們交流 好了,先說回這件事 寶哥 那時候你重案組 接到這件事 上金輪大廈 有一個負責人 即是馬籃上面 被人被殺 是嗎 去到之後 見到死者身上中了兩槍 刷人已經走了 沒有了 我們第一時間 就覺得 在馬籃殺死一個keeper 可能以為是私人的恩怨 以為仇殺 仇殺 沒有可能去做keeper 沒有可能為了妓女問題 我們於此就 經據死者背景來查 還有把所有油尖旺的馬籃 賓館都搜過 但也查不到頭緒 即是一個無頭公案 可以這樣說 找不到線頭出來 找不到 都打算要是錢人 要是女人 沒錯 會否試過入黑社會 其實一些這樣的案件 最初都不會想到是簡單的案件 一定是很深入地去 其實一個被殺 通常殺人都有一個動機 是 所謂的動機 其實謀殺案很奇怪 你頭一兩天 你勾到線頭 你就很容易破 如果你頭一兩天勾不到線頭 很多東西要查 很長時間查不久 又要各方面 多方面去找 首先是死者的背景 死者接觸的人 現在手提電話 以前沒有手提電話 死者的電話 招呼機 招呼機接觸過甚麼人 還有現場的 檢查又找到甚麼 接觸證據 接觸證據 那些 如果你說 48小時內 都勾不到線頭 那就頭暈了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逐拍 逐拍去查 我相信當年寶哥那幾天 都沒有夠好睡 我真的沒有夠好睡 我記得我負責幫他打 這個死者的手指毛 打完那幾天都沒有夠好睡 我也試過有一次經驗 就是幫屍體打手指毛 因為平時 譬如我們拉人 以前我在警隊服務的時候 拉人一定是打手指毛 或者做一個紀錄 因為如果活生生的人 容易打 因為他會遷就你的力 一左一右 但是如果幫屍體 遺體打手指毛 你就要用一張紙和墨 遷就他的手去搖 這個就難度 好說不好聽 如果新鮮的屍體 這個就容易得多 但是如果腐爛 或者被水浸過 硬了 或者硬了 雪了 硬了 豬肉 那些真的就是頭痕 其實有一個方法 我當年輕人的時候 我也曾經做過 通常我們在臉防的職員 大部份都叫做福伯 對 不管他是姓什麼 叫什麼都叫福伯 當年他做了一件事 我忘記了是什麼機使 那個屍體 那些手指 他握在拳頭 我們又不懂 拉開手指 一咬 mak成瘋 一咬 一咬 這樣就一咬 屍體 弄不定 那福伯 他就說 你不要這樣了 你慢慢來 那就教我們 接好一張紙毛指 接到一個方格 然後用油墨的桶 擲到屍體的手指 然後用一個火柴盒 一個火柴盒夾在指紙毛指的底下 這樣用火柴盒滑 這樣才滑到的 這是福伯的經驗 我們不懂做生仔 不懂就真的完全不懂 即是有些彈性的火柴盒 讓它更加接觸到死者的手指 這些真的要聽 要拿毛巾 因為拿出來要滲水 因為溫度不同了便會出水 拿幾條乾毛巾吸到手的水 慢慢抹開 它的手指如果不懂得咬 算是硬了,不咬真的會斷 但它們懂得咬那些福伯的 它搖兩搖就完成了 我也聽過一些師兄說 去到…痛不需要的 去到那時候給二、三十元的福伯 就完成了 這就是合謀法或是另異 但以前的年代 以前的年代 有少許無形精怪的 我試過 我試過這樣做 但他只是教你 不跟你做 然後自己做 說就說了 你自己搞定 又對的 口述 沒錯,因為你做警務員 做得到一行 不要聽過年新年大樓 到時候都會出入殮房 都不會避忌 沒得避忌 但如果你自己一天不處理好 你以後都會害怕這些個案 對嗎 對 我在警隊新年 都打過三次的死人節目 是 三次的謀殺案 幸好一點 因為那時候 可能做老散兼老軍 就是街邊發言 好像街邊發言屍體那些 你知道以前 每間警署有一個叫屍王 那些屍王 多數都是老師傅做的 我們做新孩子 那些師傅當然說 你去搞定他回來 你自己一手一腳 就被迫著他 就是這樣 好了,我們說回那件 金輪大樓的案件 剛才寶哥剛剛說到 就是為死者打了手指毛 那其實 譬如說有沒有閉路電視 有沒有拍到兇徒 或者什麼線索可以追查到 那時候90年代 就不流行閉路電視 CTV 唯一就是 在死者身上 找法醫官 拿回他的彈頭出來 用來儲存 看看會否較對 之前有沒有其他罪案 跟他的來幅算是相同 但是就發現不到 這兩顆槍 跟死者的彈頭來幅算是相同 即是說這枝槍就是 是新的造案 之前沒有記錄 即是我們經常說 沒有案底 那枝槍可以這樣說 是白痴的乾淨槍 人有指毛 但槍有彈道 是嗎 這枝槍不同 彈道相等於人的指毛 沒錯 聽眾可以知道 有些冷知識 譬如每枝槍發射 都有不同的彈道 換句話說 一堆槍排在這裡 曾經發射過 我們可以看到那枝彈頭 是由哪枝槍發射出來 沒錯 這個部門 就是我們警隊裡的軍械 發政科 會負責處理和保持記錄 沒錯 沒錯 寶哥 其實這宗案件 你一直接觸查下去 到最後 都沒有甚麼發現 都沒有甚麼發現 最後就是… 都是沉著仇殺那方面去查 對,最後發現 就是瑞興麻雀館 打擊瑞興麻雀館這件事 那些彈頭 原來有一兩顆 跟我們之前的金輪大廈謀殺案 那些來幅線是相同 就是這樣 如果你所說的有關聯 就是因為在彈道方面 找到這宗謀殺案 和瑞興劫案的槍械使用者 可能是同一班人 就算不是同一班人 就是同一枝槍發射 換句話說 即是在金輪大廈 殺死負責人的槍 而同一枝槍 亦都在瑞興麻雀館裡使用過 其實金輪大廈最後的 有沒有結果 或者是否抓到人 或者推算到甚麼案件 我們推算到 這個金輪大廈 我的兇徒 一定是瑞興麻雀館 那班兇徒 因為大家都很兇殘 很冷血 冷血 而且後來他們在大陸 抓到之後 他們有透露過 曾經在一個賓館裡 殺死一個人 那就是為了價錢問題 而這樣 原來找妓女 拗數也殺人 你想想這班兇徒 多麼殘暴 是 真的 所以我們把這件案件斷定了 是瑞興麻雀館這班兇徒做的 就是這樣 或者帶大家即時看看瑞興麻雀館 究竟是何時何月發生 剛才之前那個開頭大家都聽到 這是在1992年5月5日發生的 當時有五名匪徒 走到旺角的波蘭街 瑞興麻雀館裡行劫 其實當時我想問一下 楊貝或者寶哥 當時他們的衣著 或者打扮 槍械 他們的特色是甚麼 當時這幾個疑犯 他們很厲害 他們帶了飛虎隊的冷帽 他們穿便服 但他們穿避彈衣 人們以為他們真的是飛虎隊 當時他進入瑞興麻雀館 因為瑞興的職員 每個人都很忠心 而且瑞興的職員 每個人都有點功夫 因為通常麻雀館的職員 他們都會防止一些人 走來出千 或者搗亂 或者有人來踩場 可能找的員工都會比較健碩 或者我們俗住以前 吃過野粥 沒錯,我們也想說 以前老一輩經常說 吃過野粥 所以特別會找他們 當作看牆場 鎮壓一下環境 有些還懂得神打 神打 以往有些人說 真的都見過,刀就斬不進 但這次槍入不進 那就… 再出了 有進就出了 有進就出了 當時那些警察進入 當然那些賣了官職員 以為他們是普通的劫匪 一定會反抗 一定會反抗 但這班兇徒非常冷血 一旦反抗 他們便快開槍 沒辦法了 當時已經… 我相信有職員已經中槍 有職員中槍 也有客人中槍 而且匪徒非常冷血 如果拿遲些東西出來 都會開槍 還有,捉住其中一個打麻雀的客人 給他一個布袋 叫他快點收錢 逐個逐個收 這個慘了 拿著袋子的就是陰功 收遲些,又怕被他打死 那些人給得慢 他又怕這些匪徒會再開槍 所以真的嚇到幾乎賴了 我看那些資料 報紙的資料 查一些檔案 剛才楊美提到 有一個大金鍊的男士 他忘記了交出這條金鍊 只塗了自己的錢、銀包 放在收錢的袋裡面 但自己又忘記脫頸裡面的鍊 誰知道被匪徒看到 叫他起來 不用說話了 誰都不用出來 一槍就打在頭上 就是這樣死了 我也相信會 因為這個匪徒真的極之兇殘 而且他們的手法 他不會跟你說情 但是有部分職員 有些客人或職員 有些跳氣窗 有些跑掉了 有些還跑了出去 在街對面看 即逃離現場 但最後不離開 繼續在這裡看熱鬧 是的 我看到當時除了大金鍊 那位受害人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伯伯 除了一隻拌子 除得慢 應該是賭客 就說 行了,不用脫了 一把刀就打下去 整天手都脫了 即時拿走那隻金拌子 聽見我們 這麼大場面 也無管動 是呀 其實這班賊人 他們要錢 和要命 總之不理你 你一慢一點 你阻礙他發達 他就殺了你 其實殺人 也不眨眼 就是這些人 沒錯 因為寶哥之前也看過 因為金鱗大廈的保護 是關於妓女的價錢問題 也要你命 大家可想而知他的兇銀程度 這班匪徒總共有五個 帶了飛虎隊的冷帽 頭套 初時人們就像你所說 是否拍戲 或是否警務人員進來 防範性已經低了 到真的知道他們打劫 想著哪會這樣 要錢就付錢就算了 誰知道他們要拿什麼 他很快的行動 他很快就開槍了 那些人的反應都來不及 所以嚇到 每個人真的走就走不了 全部唯有被迫著給他 連那些看場 沒有人敢反抗 因為他真的開槍殺人 他不跟你開玩笑 所以他就拿了所有的錢 拿了所有客人的錢 和食物之後 他為了方便自己逃走 他限定 限定一分鐘之內 你們要走了 你走不了那些 就你死你賤了 當時他這樣說 人們一定會亂 一亂亂走的時候 就方便他們逃走 但他說得出做得到 他真的一分鐘 不管怎樣就開槍 那些人真的嚇到有些 趴在地上 結果造成了兩死 十九人受傷 十九人受傷 包括其實他逃走的時候 街上當然是逃人 剛才你們提及到 寶哥也知道 他們這群匪徒五個人 有些是在樓下 有些是上去上面 我們之前提及過的 所謂的貴賓廳 其實就是人馬比較大的駐馬區 他們不用說話了 見錢見財物就納 駐馬區高的人 當然他們的錢財 全座多 或者他們的碼頭、手錶 今年都會特別多些 他又不管那麼多 一樣不是照立照成 去到最後就說 給了一分鐘時間 大家散水 所以聽到剛才你說 有些人直接在二樓 或者在幾層高 跳下去爬下去 知道那時候 也有三條狗 都收過一些叫 好像有人跳樓 好 其實當然了 電台那裡不知道 是這樣的案子 直接到有人出來 才知道打劫 派一些軍裝同事 做單位空中飛人 空中飛人是甚麼 順便你們說說好 其實空中飛人 其實就是講跳樓案子 不是馬戲那些 真的有人跳樓 通常是警察的術語 電台如果是首位EU 通過你也知道 通過你也知道 去接到空中飛人 都是知道 就頭癢了 聽到這些 一搭東西 搭在地上 全是骯髒的 關於這個空中飛人的案子 當然 伙計去到 原來不是這樣的 究竟那群匪徒的逃走路線是怎樣 當時逃走的路線就是 在走出來門口的時候 就遇到兩個接播的伙計 我兩夥伙計以為有人跳樓 是 因為這群兇徒是很空巷的 一看到有警察 立即已經開槍 其實這群兇徒 是被一分鐘的賭客 打麻雀那些人 和那些職員走的時候 那些職員走到亂了 有些在氣槍跳下去 當時我相信有逃人看到有人跳下來 於是有人打三雷九 報案就說有人跳樓 附近應該有EU伙計可能接召 接召去現場就當是跳樓做 因為電台說是跳樓 所以去到現場的時候 寶哥你繼續說 因為他在門口相遇 大家槍戰起來 那些警察看到他們 立即就走回到麻雀館裡面 打算後巷已經有很多人走 乘機混亂地走 但後來警察就迫到他們去麻雀館裡面 他們唯有走出來 五個人就跳上一輛巴士 那裡是彌敦道 其實不是上海街那裡 因為我們之前看過一些片段 如果有報道就說是上海街 報哥剛才很精明 就說這裡不是上海街 有欄杆應該是彌敦道的位置 正式就是那輛 上了一輛各海隧道巴 102號巴士 向深水埗方向 其實102號巴士應該是彌敦道的 根據地形來說 他上了懷俗館在波蘭街 波蘭街一走出來 就是山洞街 水埗埋著館在石油街和山洞街的中間 他走出來 可能又轉出山洞街 一出了山洞街 就走到彌敦道 彌敦道就截停了102巴士 跳了上巴士 就學令巴士自己 向深水埗方向走 他一定要向深水埗方向 例如單人線是向深水埗 那邊的行車線是向深水埗 因為我也住在深水埗 我也經常乘搭102 其實當時很多人誤解了以為是上海街 那一上巴士之後 都是沿途開槍 丟手榴彈 因為EU不停追著他們 因為當時一開火之後 電台就有很多呼籲 立即附近所有警車 EU全部追 但他剛才透露過 他為了防範警車追著 就不停丟手榴彈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看看這件事之後 就算了